但是现在福特吧 福特瑞介吧 就是说 改为c2平台打造了 以前不是cd4平台嘛 现在是c2平台了 但是也没事 主要就是一个悬架 以前的悬架百币呀 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现在换成这个 双重重压的钢板悬架了 但是也没有任何问题 双重重压的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哈兰达不都一直都是双重重压的钢板悬架吗 是不是 反过来 哈兰达的这个悬架底盘 他还不如瑞介呢 还不如瑞介呢 对吧 所以说拿这个来吐槽说事的吧 没有什么意义 糖DMI怎么样 当然行了 比亚迪的这个 混动技术虽然不是 最好的 但是他是最成熟 最稳定的呀 是不是啊 当然可以了 但是现在已经降价了 非常便宜 现在22万多23万就可以拿下这个DMP版本了 对不对 林肯冒险家可以吗 可以 如果喜欢的话是可以的啊 冒险家这个是用的福特的ECOBOSS的 嗯 发动机 也是和蒙迪欧是同媒体打造的 是这个福特的C2平台打造 他这个发动机是和福特蒙迪欧的2.0T发动机是一样的 ECOBOSS的发动机啊 喜欢是可以购买的 但是他的 做工用料隔音进行呢 那不跟这个福特是两码事的 不一样啊 那这一方面用料是不一样的 毕竟价格不一样 林肯还是属于这个美系的豪华二性品牌的啊 但就是说不保值 一个是不保值 再就是说这个 油耗呢 略微高一点啊 但是加92号去 高也高不了哪去 相对比较德系的车呢 油耗会高一点 大礼拜一的都跟我一样 没有事啊 都是都是躺赢啊 是不是啊 都是躺赢啊 领克 领克 市区全球版怎么样 对比瑞接二选哪一个 领克的车也不错啊 他属于极力的豪华品牌 非常不错啊 很不错的 整个悬架呀 底盘 油料啊 都是很好的 但是说领克这个车子呢 他的空间不行 他是还是注重偏运动 偏运动性 偏操控的车吧 空间呢 是不如瑞接二的 那开起来自感是没问题的啊 要是家用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选的这个 领克也不错 啊 观众你好久了能聊聊沃尔沃S90 自雅和奥迪A645这俩车吗 这俩车呢 奥迪呢 奥迪这个车的肯定是品牌比沃尔沃更好一些 肯定这是肯定的 买沃尔沃呢 但是他也不是说我就是 看好这个品牌了 我就想低调 儒雅的人 我先买这个车吧 对不对 买沃尔沃都是相当于他的一个组被动安全了 还有这个内饰的一个 用料 比较温饱 甲醺含量很低 知道吗 在一个沃尔沃S90他也便宜很多呀 是不是 他比奥迪A645版本的便宜很多呢 是不是 但动力呀加速啊底盘的这个 操控这一块呢 整治感的还是奥迪 A645更好一些包括歌音呢 都是要更好一个加速 因为奥迪A6他是重置平台打造 他是MLB大多的重置平台 是吧和A8呢Q是一个同平台 沃尔沃S90他属于横置平台打造的 知道吗横置的平台所以说他构架是不同的 底盘的结构他也不一样 但沃尔沃他爱新的8AT是很不错的 爱新的8AT 要比的奥迪A6的双离合要强很多啊 发动机也都可以 其实实际这两款车的 沃S90如果你注重 安全这一块 是不错的挺好的 但是但是说加速啊动力各个方面开的 还是这个奥迪A645开的更得劲 这个是无用之疑的 对吧 高功率的高功版本吧 对吧 林肯这个航海家 财美力强吗 财美力相当不错了 航海家 尤其是隔音特别特别好 特别好 比这个宝马X3 奥迪K5 隔音都好很多 而且他的底盘的扎实感 稳重版是特别好的 是特别特别好的 唯独就是不保值 长久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也没什么问题 后期保养价格能差多少 差不多少 差不多多少他俩 差不多少 油耗呢 油耗呢都不都不算特别低啊 你像瑞介他有混动这个版本 你要是在乎油耗呢 你就主要就是个油耗保养都差不多 油耗就是说你要是选越界而选个混动版本不错的 他就用的是丰田的这个混动 然后又对福特的车型的又做了一个升级又做了一个进化 是不错的啊 也能用 一家四口准备家里买第2台车 第3台车准备MPV还没买 准备家里第2台车 纯电哪款比较合适 纯电的话你预算多少啊 预算多少啊 是不是啊 看你预算呗 对不对 看你预算多少 我看一下微信啊 看一下微信 纯电的你像就那么几款 但是特斯拉摩托歪我是不建议你使用的 家里要是生活使用特斯拉摩托歪 他不适合啊 舒适性了 还有隔音呢 配配这方面我说是不建议的你考虑可以考虑咱们国产 就是考虑咱们国产品牌啊 国产品牌就那么几款 是不是 买个舒适点的 糖抛开 糖抛开 长安秋我 六虎八 普肉啊 六虎八普肉是吧 还有就是三款怎么选 这三款车呢 呃 哈佛16的油耗率高一点 但底盘质感非常不错 那长安七五呢 他的变重箱好 变重箱是爱心的8IT变重箱 发动机最好的那是六八 变重箱呢 你买这个1.6T 就像是 德国的格塔拉克的一个变重箱 也很不错 我的建议呢 选择这个六八 八普肉啊 二手车不让说啊 资本家二手车不让说不要问了啊 不让说说就提示了该 20多 20多的存电你能买到啥呀存电呢 20多的20多存电呢20多存电也没啥玩了是不是 比亚迪堂啊你看比亚迪堂啊 是不是啊 比亚迪品牌呗别的没啥玩了是不是你像那个 理想的问界都是曾城市车型了都是曾城市的不是存电了是不是啊 你看看比亚迪吧对不对 现代图胜斯波托戒 标志4008选哪个比较好 首先啊 图胜和奇亚的斯波托戒他属于一车两脉 一样的发动机1.5T啊加上这个派博泰的8VT变重箱 是一样的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阿比尔德马力 发动机变重箱能用主没有任何问题啊 标志4008呢这车也不错啊 法系车就是底牌非常好变重箱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变重箱也没任何问题 但发动机的耐用性的还是 韩系的发动机更加皮色耐用 后期我指的是后期啊更加皮色耐用啊 好给大家上一个 上一个什么上一个这个 海鸦蛋 有没有需要的啊 可以可以可以拍单啊 这个海鸦蛋呢是 19块9 6枚啊6枚 和3块3一枚 这个海鸦蛋呢就是说 什么时候吃呢就平时我那个 菜呀 不多 然后不够吃 我想临时对付一口 是不是啊 我弄过海鸦蛋 最好是 用热水烫一下 或者蒸一下煮一下 这样是加热之后吧 他里面就冒油了 要凉的吃呢 里面也有油但是发腻 发腻啊 你给他热一下呢 就烫油了 蒸一下 或者热水烫一下烫透不烫 是不是煮一下 都可以 平时呢放外面就可以啊 而且不那么咸 里面油非常好 这个海鸦蛋 就平时想临时对付一口啊 没什么吃的有点菜不足了 是不是啊 来一枚这个鸦蛋挺不错的啊 和这个3块3一枚啊 19块9 里面是6个啊 一单是6 有的需要的想吃的拍一单这个挺好的 我推荐这个挺好的啊 还不咸 各把各的里面都有油 30以内啊 30以内 30以内我也建议你上这个比亚迪里面选择吧 上比亚迪里面选择吧 啊 瑞介和 懒静 探路 怎么选 这几个车 懒静的隔音进行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说年龄平大的去呢 可以的 要是年轻人的选一个瑞介尔也不错 这几款车都不错 包括探路也不错 探路的油耗呢 大概是在 在这三台车里面 油耗率高一点 探路大概是得 10个11个有 啊 2.0提发动机 探路呢 他有个什么技术的发动机 就是 可变压述比 正常的咱们发动机 这个压述比是 死的 他是可以在8到14之间来回 切换的 啊 呃 需要这个超车机加速的时候是14比1 啊 不需要说8比1 还有这个技术 这几款车呢 像大众的揽静呢 保质率会好一些 啊 配置呢还是ZR更更好一些 但是探路呢这个车子就不那么保值了 就不那么保值了啊 但这个车子隔音不错 底盘的底盘开起来呢更像一款德系车美系车这个底盘 他绝对不像一款日系车 啊 完了 一讲海海鸭蛋的言都给讲没了是不是 你说的是哪 你说的是哪个评论区 你先忙你先忙你的吧 你要你先忙你的吧啊 你先别说话了 紧净机SUV大众探院和马自达CX5 内蒙这边开高速国道偏多一些 哪个更适合 这两款车 高速国道偏多一些 那你还是选探月吧 马自达CX5呢 他六个档位的变速车呢 跑高速 转速稍微偏高一些 但油耗也不高 你要是高速国道偏多一些 还是选探月吧 还是选探月吧 红旗S730怎么样 是黄干换壳吗 不是 不是啊 不是 红旗S7 3.0 那是老款了 新款没有这个3.0了 那里是老款了 能接收的油耗就行 二手车是不是先不说 不要说 不要说二手车 没有知智 说完就下播了 提示了 瑞虎九什么出新款 瑞虎九新款的话 应该是下半年 下半年说是下半年差不多 我估计是 下半年做宣传 我估计年底吧 年底应该是差不多啊 瑞虎 昂格奇 东北用车都行 瑞虎 配置高一些 空间好 昂格奇 隔音进行好一些 但是 车机这块是不如 昂格奇 不如这个瑞虎的啊 但是买这个瑞虎的 我建议你上混动 我建议你上混动啊 混动呢 是丰田的TSS 双牛混动啊 均为1.5T的油耗多少 均为尽量上2.0 尽量我跟你说你听我的你尽量上2.0的 知道吗 别上这个 别上这个什么 别上的1.5的尽量上这个2.0的啊 你毕竟是一个B级车 对吧 毕竟是一个B级车 混动在东北用车电池衰减问题和变速箱能用住吗 没问题 这个 瑞虎的一个混动是丰田的混动技术 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 他本身他这个 电池就不大 是吧他的电池能量也不大 他不是说说插电是混合动力 知道吧 他也没有外部出门电源 他属于这个 呃 油电混动 明天去明天去明天去啊 均为1.5T能加92吗 均为1.5T就是加92的 他这个新出的1.5T就是加92的他这个 2.0T是加95的啊 2.0T是加95的 他这个 说明说厂家要你加多少号油你就加90多号油啊 油耗的一个东西吧 厂家要你加95你千万不要加92 厂家要你加92呢你可以加95 可以往上走不能往下走啊 马自达cx50能买吗 可以买啊马自达cx50是可以购买的啊可以购买没有问题 马自达的这个发动机嘛 1.5的2.0的2.5的都行都是创始来的科技 没有任何问题都是一样的6T变数仙 只要你不在乎的空间小 说不经常忙买载的话 你喜欢的话是完全绝对是可以购买的啊 完全是觉得购买的很多人吐槽他是后面是一个扭力量的寻价 但是人家这个扭力量可不是像你大众的扭力量啊 你就开本费仙为什么荣放 他虽然是独立寻价没有那么舒适 而这马自达cx50的底盘也不点 并不点知道吗 你根本区别不大 你不走一些坑包的路段 你不和后面你感觉不出来什么来知道吗 现在比较马自达cx后面的底盘呢 紧直感会更好 懂吗 没事的变数仙没事的啊 没事放心吧 如果说你实在是信不着的话 那你就你反正是 也就是差一个油的差两不到两个油号 最多差两个油号吧 也就差两个油号 如果你实在是担心的这个混动呢 变数仙呢 那你就你就选 汽油版燃油版 对吧 对呀 你试驾过 这个50 区别不大 你感觉不出啥来 你坐在后面的话 你也感觉不出什么来 你知道吧 你也感觉不出啥来 你就是说特别是走一个 颠簸的路段 左边有个坑后 你们说走过的时候 你坐在后面 也许有一些 区别的变化 但是你要不特意去感受的话 区别不算太大的 你知道吗区别不算太大 马自达这个后面纽绿梁 他跟别的车体的纽绿梁还是不一样的 你不像这个你像 宝莱呀 朗逸呀 他们这个后纽绿梁 还有这个 卡罗拉他们的后纽绿梁 还有这个轩液后纽绿梁 如果是 跟这个咱们像艾瑞拉8这个独立旋家 一对比明显 你像这SUV他这个 感觉不算太大的 知道吗 特别是马自达的纽绿梁 他不一样调校的 福特8AT9AT变数钱哪个区别能在用 福特的8AT9AT是他俩一起研发的 只不过是通用要了一个 九档的福特要了一个八档的啊 都行都行啊 你现在福特全是这个8AT 通用的也全是这个9AT 通用旗下全都是这个变数钱 还有一个那个种植的10AT 红旗S7 3.0 可以油耗高 这车就是油耗高点啊 红旗30老款的 新款没有3.0的了6张的啊 就是油耗高点啊 他是这个红旗S7是机械 机械整压的 而且是机械整压的 我没记错好像是我没记错是机械整压的是可以非常好的 机械整压嘛和涡轮增压的区别就是机械整压我始终是保持就是那个涡轮增压的状态我不需要说转出达到了机械肉 所以说他 更加的没有那种突兀感更加的平顺一些啊 更加平顺一些更舒适一些 你不在乎油耗的话是可以购买的也不保值这个车吧 并且也不保值啊 我觉得比新款瑞界的独悬调的好 我觉得比新款瑞界独悬调的好 这你上面说什么了我都忘了有点 啊 你说比新款瑞界独悬调的好你说马自达CX50啊 他调教的方向不一样 马自达调教还是偏运动偏紧直偏这个操控一点点 然后越界的偏舒适一些 你这个复制粘贴吧 我跟你说 咱们网友问我问题我得一个一个回答 你们打几个字很简单 我要你回答有时候就得用一两分钟对不对 所以说呢你别着急啊 我要你我要是没回答到你问题吧你复制粘贴一下 不是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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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换个人皇冠啊不是换个人皇冠啊不是 昂科齐什么时候换代呀 哎呀 昂科齐这个车的换代目前还没听说 目前还是没听说呀 我认为昂科齐啊最好别换代了如果换成像这个军月啊 换成像这个昂科威这个新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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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呢 我认为还不如老款好看的 不如老款好看的 你们是你们说你们认为呢是不是啊 我认为这个昂科齐的外观稳重大气还是非常好的 你像现在这个军月啊昂科啊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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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科威呀 换的我认为不好看了 然后不好看了他买这个车子就先弄他的外观的稳重大气了 弄的现在你说哎呀 我是不算太好看好的外观啊 咱们北方你觉得齐骏混动怎么样冬天 齐骏的齐骏的是e power嘛是吧e power这个混动对吧 他这个混动很尴尬 你知道吗说说真诚不真诚 说混动不混动你说真诚吧他爬不了多远 说混动吧 他发动机他都不直接只不直接进入进入这个驱动轮子 他是给电机电器充电然后再去 驱动车吧 但是你说他的意思不理想吧 他这个工作方式吧就像这正程式 你像正程式呢 他这个存电行驶的又很短 达不到那个公里数 他弄这个玩意弄点知道吧主要是在这 声音是偏大一些 声音是偏大一些 啊 他这个齐骏这个混动 比他的一个汽油版的比就常规的汽油版呢 也就是低了一个多油耗 都低不到两个多算是两个油耗一个多油耗 那我认为买他的意义就不大了 这买他的意义就不大了 是不是 这齐骏的一拍我这个混动 红旗S7的发动机 也不是奥迪克斯7的吧 那当然不是了 那当然不是了 奥迪克斯7是11839的发动机 是11839的大众那款发动机 他不是机械增压的 红旗S7的发动机 是智能研发的机械增压的发动机 完全不是一样的发动机 主播上主播网上说 马达S7的2.5代数抖动 边上有顿车 没有啊 没有这个问题啊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有个别的有故状的那是那是肯定有 但是哎呀买车这玩意 奔驰包马奥迪 刚出赛斯店还有毛病呢 是不是那总说倒霉呀碰着了是不是 正常买一个无事故的车没有麻烦的车 他是不会的啊 不会出这种问题的 对呀 肯定不如老款本种大企业 然后都奔得像军越军军昂科威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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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的话 那完了 那这骑别克车更每个卖了 我跟你说 本身在昂科威军越这个换代换的这个外观 尤其是在昂科威啊 我我看是不好看 你是看图片是看实车呀 我看着我看着看马路上看着一次难看也成为说 对他升级肯定会做个升级的 升级肯定会做个升级的 瑞加2混动电池耐用吗 换电池多少米 加用 这个电池他那个电池没多大没多少钱啊 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 电池不大 这这些的混动电池本来容量没多大没多少钱 耐用性是可以的耐用性啊 扯淡 那我我在我我可没看到过谁说是 啊 这个红旗S7的发动机是奥迪的没听没听说 啊 他镇压发射都不一样的能一样呢是不是啊 他刚在我的里面排列的都不一样能一样呢 我这个瑞虎9可以吊打宝马X5吗 我看齐瑞资不见天天这样说 哎呀 这个玩意 你要说其实会有的发动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吧 没有任何问题的 宝马X5 这个低配的2.5发动机的 宝马的发动机也是很牛的 你知道吗 也是非常牛的 把宝马的发动机 那不是也不是盖的跟你说 那扭矩 马力那也不是吹的 是吧 你要说齐瑞的发动机不弱 很强 知道吗 但是 你要说整台车的 行驶的外观的 那那没法比的 比不了 那能比吗 比不了 肯定不如宝马X5的 你要比一比发动机技术 齐瑞的发动技术是不差的 是吧 绝对不差的 是吧 那宝马的发动机他也不差呀 但是宝马的发动机的后期的稳定性是不如齐瑞的发动机的 这个是肯定的 是不是啊 共鲁苏大乐会出现烧火漏的问题 还是这个 气门又是风老化导致的 对吧 齐瑞的发动机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齐瑞的发动机 他共鲁苏大乐不会出现烧火漏的问题 而且呢 动力还是非常好 分怎么比较 别的地方的话呢 那没有一个地方能超越宝马X5的 是不是 那不是 那玩意 如果说瑞虎酒 卖到50万的时候 是不是 那用的料 堆的配置要比宝马X5 更加牛 但是底盘调教这块 他肯定是不如这个宝马的 是不是啊 宝马造车这么多年底盘调教 那齐瑞是赶不上的 知道吗 对了 给大家 说一下啊 挂轰车挂这个海鸦蛋啊 有需要的 拍一单啊 需要的拍一单 没事了 说就是菜不够饭不够了 我想临时对付一口饭菜的时候 哎 来个这个海鸦蛋 19块9 6枚 6枚和3块3一枚啊 有需要的拍一单支持我一下 很好吃还不咸 烫全都烫油 胳膊都烫油 如果说你喜欢 油大点啊 你可以给它热一下 热水烫一下提前 烧热水烫一下 烫个三五分钟 烫是吧 热一下的时候蒸一下 就可以 就非常大 如果凉吃也可以 但油有些发腻啊 你想吃什么口感的呢 然后你就 怎么处理一下 和3块3一枚啊 完了支持我一下有需要的拍一单啊 19块9和3块3一枚 还不贵啊 各个都烫油 还不是那么咸 热一下之后呢 口感更好 啊 我现在开的是 我现在开的是18款 2.0T 91T4区昂科威 18款的 好看好开 比 比新王亏 好看太多了 是啊 那可不 新款的昂科威 外观 太丑了 什么外观太丑了 但是发动机变速箱都一样的 你现在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都有个智能变杆的技术 都有48分清魂 都是那个代号LSY那个发动机 和这91T变速箱 马达2.5 综合油耗多少 油耗正常是8个啊 8个油耗左右 8个左右啊 油耗是大概8个啊 嗯 现在垃圾短信这么多啊 8个油耗 嗯 1 2 2 2 CX50现在没什么太大优惠啊 没有什么太大优惠 没有什么优惠 如果你感觉贵呢 因为他现在CX50增加降得很厉害 知道吗 所以说呢 CX50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 没有太大优惠 如果你喜欢的话 现在可以购买 如果你觉得偏贵一些呢 你可以等一等 现在这个荣放啊 下面也都掉价了 是不是 CX50呢 我想他也会掉价的 也会 但是有这个CX50的根子 他价格他不能说太重叠了 价格不能太重叠 对吧 现在CRV略便宜一些 但马自达CX50肯定是比CX50强啊 除了空间啊 本地CRV的唯一优势就是空间好 但是论产品力 发动机边 这样底牌肯定是比CRV强的 知道吗 你开了就知道了 你开了就知道 那差太多了 那马自达这车是用来开的 那CRV的车就是个代步 这方当女 是不是 不一样 所思一508干哪一个 那喜欢操控吧 喜欢法系车 那就干508呗 是不是 那开得劲还是508开得劲啊 对不对 但这达车现在吧 键量都不行 保值率也都不行 是不是 但你所思一也可以 都能用入的车还可以 就是不保值 马达加92油耗 如果10个以内 那真是不错了 操控还是可以的 操控是可以的 肯定能10以内 2.5的那个 那不可能超过10个的 你会正常开的话 你就是说 脚深一点 脚重一点 也就是9个 是吧 正常就是8个 7个多 8个 8个多点 8个 8个主要 不会超过到10个的 不可能 那不可能 如果说CX50的油耗到10个的话 那真的不行 不可能的 自然3系发动机是不可能的 你2.0T的发动机 是不是4系油耗 才9个10个嘛 是不是才9个10个 穆萨怎么样 穆萨不建议购买啊 穆萨是不建议购买的啊 这款车子 我开过50感觉不错 是不是啊 很不错啊 这车子 雅各能买吗 能买啊 雅各能买 可以 可以买啊 但就是说相对比较像 德系啊 美系都是2.0T发动机 它还是那1.5的 这个VTAC发动机 是不是啊 但是也190多的马力 社区代步也是够用的 年轻人喜欢 可以购买这两个啊 马拉达的是8一梯变入箱吧 马拉达是这个6一梯变入箱 它自主研发的6一梯啊 自主研发的6一梯 一开始爱心野餐 现在是完全是马拉达 有自己的这个工厂 自己生产的 6一梯变入箱 比卡拉斯6一梯变入箱 但它这个变入箱质量 要这个这个升党降党开起来 它要比这个爱心的对题更得劲 是吧 它升党降党随心所欲 是吧 非常快速 非常快速 而且不 不脱泥带水 非常好的一款变入箱 它里面的结构跟爱心不一样 它里面是这个 心目深 心形处理组成的 通过节友 实现6个党位 非常好的一变入箱 非常耐用 我挂这个海鸦蛋啊 有需要的拍一单啊 支持我一下啊 支持我一下 平时这个菜饭菜啊 不充足的时候 临时兑会给我饭菜了 着急是不是 吃一个海鸦蛋啊 一顿饭就解决了 挺好 完都烫油 如果提前有建议要热水烫一下 或者蒸一下 煮一下 它这样一热了之后呢 里面不腻 油更多 凉的呢 会发生腻一下 口感不一样 口感更好 更佳 19块9呢 6枚和3块3一枚啊 有需要的 拍一单 支持我一下啊 谢谢大家 X3和Sky5哪个好 那肯定是X3更好啊 肯定是X3呢 是不是 这个财福的8AT变入箱 就好很多啊 是不是啊 非常喜欢小胡子说车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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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款新代图胜R和马自达CX5怎么选呢 这两款车 图胜R的1.5T发动机起步更有优势啊 200的马力 它有涡轮子亚的加持 起步更有优势 更有优势啊 但是说现在变速型R呢 图胜R的也不错 派卫泰的8AT也能用住 没问题 没问题 都可以 这两款车你选哪个都不用 你喜欢动力好一点的 那你选图胜R 涡轮子亚发动机200的马力 马自达CX5呢就是操控 底盘的底盘质感要更好一些啊 也都能用住没问题啊 空间那也图胜R更好一些 具体就有这个区分别的也没啥啊 图胜跟CX5开的不是一个党式 我试驾过那那肯定是啊 那开起的质感它不一样的 那你马自达开的得劲啊 那马自达开的得劲啊 他这部车呢 他就是为啥他总说空间不好呢 马自达你要把空间做大的都不会吗 人家会把车做大还不简单吗 是不是啊 这个没有什么难点 对不对 你要是把空间做大了 你就能舍去操控了 就得舍去操控了 哎马自达我这么多年 我就认准了 我就是操控 是不是啊 我就认准这玩意儿了 为了操控只能舍去空间 没有办法 是不是啊 毕竟马自达这个车戟呢 它是日系车里面最不通工也料的了 日系车里面是最不通工也料的了 包括车人安全这块做的非常好的 但是说 他呢 九箱八箱是我就认准你门了 我也就治安西方就六个党 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 再一个马自达呢 他不会广告营销 如果早些年会广告营销的话 绝对有一席之地的啊 绝对有一席之地的 本身他这个产品力 没有任何问题 发明变成底盘 为啥不行呢 是不是 一按理说 他应该销量更好 是不是啊 或者是我不要这个操控了 我就舍去把空间做大一点 哪怕 他把空间做大一点点的 也 他销量也不会如此 是吧 本身他的发明变速箱就很强 是不是 创持联天科技 然后不需要戴口罩 不需要用颗粒补销器 我就可以满足国力排放标准 咋的 这就是技术 对不对 有人说马尔达发动机 能启动声音大 能启动声音大 这个发动机质量不行啊 不好啊 是不是啊 肯定是不行啊 发动机声音这么大呢 能启动 他是为了给这个三元催化 去加热 知道吧 所以说呢 他就是说 代速说刚启动的时候 量车会声音大 等到好一好 等到那个热上来就好了 知道吧 他能发动机质量 不发生冲动 没有任何问题 那如发声音也大 也能启动 嗷嗷嗷嗷的声音 也非常大 知道吗 热上来就好了 他并不是说声音大 就是质量的不好 心圣达感觉 挺好 马上就要上市了 胡子 胡歌怎么还会上油管 挺厉害 什么油管啊 圣达子可以买的 胡子 胡歌怎么还会上油管 挺厉害 什么意思 没听明白 我这脑袋反应慢 图胜怎么样 可以啊 图胜可以 发动机变速箱是能用住的 发动机变速箱是能用住的 派国泰的8IT变速箱 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名气不如爱信 但是质量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喜欢海鸦蛋的啊 拍一单啊 支持我一下 四十块油里面是六枚 和三块三一枚 平时饭菜不充足的时候 来一个海鸦蛋 非常香吃饭啊 应时对付一口 来个海鸦蛋 热一下吃也行 凉着吃也行 热一下吃的口感更好一些 油更好一些 有需要的支持我一单 拍一单啊 四十块油 六枚 三块三一枚 不贵 东风的风神发动机 怎么说啊 跟这个 咱们国产一线品牌的发动机比不了 跟这个长城的长安的旗瑞的吉利发动机 它是比不了的 它是比不了的 有空而靠一架 由于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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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肚子叫给饿了啊 我还把肚子拿起来 20多万呗 新生达 20来过2呗 20来过2呗 车子能用主没问题啊 新管送达 挺好看的 我就挺方方正正的 挺有型的啊 挺有型的 说实话 挺好看的 方方正正的 挺稳重 挺大气的 我认为 挺不错的 并且这个胜达这个2.0T的发动机也不错啊 能用主啊 200 230呢 是200几 230 我们已经说好了 2.3 马力 然后 也是8AT变种箱 韩系的8AT变种箱 和这奇亚 他们都同用的这款8AT 就是摩比斯派沃泰那个8AT 质量不错的 挺好的啊 油耗的话 还算可以吧 也得达到10个油耗 也得达到10个油耗 达到10个油耗吧 猛一猛 猛一猛11个吧 啊 毕竟车子也大嘛 是不是 毕竟车子也大 重型SUV了 对不对 六柱的一个车型 完了 车身都达到一个将近5米的一个车身了 10个油耗 11个油耗吧 啊 然后2.0T呢 呃 AT变种箱 几乎都差不多 这个油耗 几乎都差不多 其实你开这个 呃 德系车 八九个油耗呢 他也不准 知道吗 他也不准 其实11个油耗 10个油耗 属实说 咱说现在的话 嗯 不不低啊 可能说不低 厂家公布的还八个多油耗 厂家公布的还八个多油耗 那你实际看起来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肯定是不可能八个多油耗的 明显的2.0T发动机这么大一个重型SUV 是不是 它是不可能 而且是个2.0的高功率的发动机 它不是低功率的 八个多是不可能下来的啊 十个油耗 要是 较重点 开爆了驾驶 也撕一个油耗 厂家油耗加两个 差不多 嗯 也差不多吧 厂家油耗加两个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厂家公布的油耗 果是这么想的啊 都是跑高速的油耗 呵呵呵 都是跑高速跑长途的一个油耗 是不是啊 他们 他们的油耗 你要这么理解吧 还是可以的 而市区代步的油耗 厂家公布的油耗 它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啊 我对比过 差不多加两个油耗 对 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油耗吧 加一个半到两个油耗吧 然后呢 你这个表呢 还是很多扯起的表 都是欢乐表 是不是 你细看细品吧 你查一下 是不是啊 不都是这样吗 瑞虎酒几个油耗 瑞虎酒也要九个十个 你像那盛达 他加92个油耗啊 瑞虎酒要9个10个油耗啊 瑞虎酒要9个10个油耗 你像那盛达他加92个油耗啊 是不是啊 他这也有优势了 你去瑞虎酒 同样2.07发动机 他加95的 瑞虎酒加95的 但是瑞虎酒9个10个油耗会低一点 你像这个 这个 盛达呢 会高一点 10个到11个油耗 但是他加92 这个加95 你知道吗 555的A6和S90T8只考虑性能 可靠 那肯定是奥迪55啊 兄哥们 啊兄弟 我不知道这俩谁的啊 那肯定是55啊 55的是和Q17土瑞A8是通管发动机啊 和和卡燕通管发动机啊 3.0T的A839啊 是不是啊 你可靠性能的话 肯定是啊 对不对 那开了 那绝对得劲啊 如果我不说嘛 谁要花50多万买一个新款奔驰1300 都不如买奥迪A655版本 对不对 A839的发动机啊 零百加速6秒以内啊 是不是啊 6秒啊 多牛啊 500的扭矩 340的马力 对不对 CRA和瑞虎9怎么选 必须上瑞虎9 买瑞虎9就买 爱信8IT版本 四驱 电磁感应悬架 悬管轮调节 空间呢 隔音 静音 哎呀 隔音 静音 哎呀 隔音 静音 瑞虎9是和贯道一个级别的 甚至比贯道都要好 知道吗 就隔音方面 底盘质感完全不是一个档式 是吧 你买CRA就是买个车标 买瑞虎9这个东西性价比高 买8IT版本 不要买那个双铃盒就完事了啊 四驱不代步 想买个四驱不 四驱代步吧 还不代步 四驱代步 买个偶尔 偶尔跑个长途的 二手不能说啊 不能说 没有知智 说完之后就提四了 就下播了啊 不要问二手了啊 不是我不想回答你说 不样 没有知智 G28适合家用吗 可以 但是就是油耗高一点 建议买混动 混动的略微低一点啊 混动略微低一点 G28跑高速更好一些啊 那是毋庸置疑的了 G28跑高速更好 那是毋庸置疑的了啊 那是毋庸置疑的了 高速的话 别个G28 那是头吧啊 那是头啊啊 我刚才说G28 我看我看错了 刚才说有个GS8 我看错了是GS8呢 没有啊 G28是家用的话 就是说 油耗 油耗啊 就是油耗高一点啊 我刚才看错了 看出GS8去了啊 G28的话 就是说油耗高一点啊 是家用四驱代步啊 六五三 六五三的油耗怎么样 啥意思啊 六五三的油耗怎么样 什么意思啊 我没看明白 市区大概油耗多少 G28油耗的话都要四个开外啊 都要四个开外的 市区油耗 都要十个开外啊 十二个 十一个 十个 实际油耗啊 你千万不要看你的表显 你那个表吧 都是欢乐表 知道吗 都是欢乐表 你看的很低 实际根本就不对 知道吧 G28 G28 65300 市区油耗 刚不说了吗 你的油耗 市区是不低的啊 你要是债务油耗就不能买了 G28哪有油耗低的 是不是 没有 那么大车子啊 是不是 商务 债务油耗是不能买的 债务油耗市区就买混动 高速的话是没问题的 高速是没问题的 油耗就不高了 十个开外 能接受的话就可以 十一二个 十二个 那就可以购买 市区十二个可以接受就可以购买啊 就可以购买 实际油耗啊 那就是可以购买 正常十一个 十个的也都有开出来的 市区 十二个都有啊 根据你的用车环境不一样 油耗它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跟你开车习惯 差差很多的 你开车习惯 脚轻点重点 就能差一个半到两个油耗 对不对 开车都知道 你稍微激烈驾驶一会儿 蒙一蒙 那油耗叉就涨一个多啊 那太正常两个 对不对 嗯 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想买一辆家庭车啊 就想出了这个 这个 记熬吧了 是不是啊 可以 这两个孩子买一个座多点的行 六座的 七座的车型 绝对可以 平时有时候 呃 带了媳妇的孩子 私别的 有时候带了父母了 是不是啊 需要过六座七座的 对不对 赛纳加还有这个 奥德赛不够扎实 那底盘是没个比的 那是肯定的 对不对 那底盘是没个没个比的 那是肯定的 赛纳的优势就是油耗都低一些 买这么大的车子 呃 他考虑这个油耗 是吧 油耗都高 所以说他都买混动 是吧 嗯 家用车还是安全第一 别克728安全线是开出可以的 比赛纳奥德赛强 强很多的 啊 强很多的 这是肯定的 车是安全这块比他强 嗯 嗯 A住 B住啊 油料 还有这个 热身软缸 使用的比例啊 还有恰护这个防撞梁的强度啊 啊 都都要好于他们的 对不对 你像的 呃 奥德赛勒 艾利森他们呢 都是泡沫的塑料 是不是啊 安全吧 有人很多人买车吧 他都不考虑安全 他被安全都考虑最后最后面 是吧 安全这个东西吧 你怎么说 最好是一辈子都不经历过啊 这样的事情 但如果你经历过一次 你就知道他的重要性有多么好 多么多他的重要性了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有没有需要 喜欢吃海鸦蛋的啊 拍一张啊 十九块九 六枚 喝三块三一枚 都烫油 还不咸 家里饭菜不够 零食想对付一口饭菜的啊 来个海鸦蛋吃 不错 热一下 粮食热食都行 热一下油更好一些 更躺油 有需要的支持我一单 谢谢大家啊 大家给我点点赞啊 点点赞 点点心 点点小红心 点点赞 这部件没几个人 把我点几下啊 一人怼他个三下二十下四下八下的啊 我喜欢还戴到了一本而言 我喜欢 seu位置 我喜欢手臂的 我喜欢你的手臂不见到哪一本 我喜欢你用的手臂的手臂睡了 我喜欢你的手臂睡了 可以戴到哪一本 我不知道好气喔 你说你什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两天不就10来个人20来个人 瘸腿龙 奇亚 会不会退市 不会的 不会轻易的 你放心吧 不会 咱们国内销量不好 不认可这个车吧 冷门车 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国家 他卖的不是说不好 也是够生存的 飞行家不考虑保值 咋样行啊 飞行家 不考虑保值是可以的 车子开着很得劲很舒服 就是冷门车型 论产品力是可以的 发动机是存进口的 它这个发动机飞行家 而且也是双温轮车 加95号汽油 这个飞行家呢 适合服务的探险者 CD6是同平台打造的 重置平台打造的 一样的发动机变成香 但是飞行家的隔音静音呢 是特别特别好的 是特别特别好的 不考虑保值 是可以购买的 开起来 质感很不错 油耗确实是高一点 但是说它加92的 那3.0T6高级 你一样的低也不可能啊 是不是 2.0T8 1.6还是2.0 2.0T8就上个1.6 就绝对够用了 2.6已经就是碾压所有同价位 同级别车型了 197的马力 就绝对可以碾压它们了 知道吗 2.0那绝对是太远了 那降维打击 2.0油耗还高一点 没有必要 1.6动力就挠挠的了 是吧 080秒多就绝对够用了啊 绝对对对够用了 而且是一个啊 这个这个格特拉克的七档 实施双离合 动力总成是和瑞虎巴是一样的啊 买了1.6的就足够用了 而且 取得1.6发工具非常牛的 那就行 一台车开个十多年 考不考虑保值也没啥用了 嗯 也是 对 也对 但是说你开个十多年 开复兴家的品质 跟你开别的车的品质 这十多年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驾驶感觉 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奥迪A4即将改款 还他还会不会像现在的 牛逊卖30万 这个这个这个新选上市 他肯定价格不会太低 他也不会太高 现在这个车卷的特别厉害 定价也不会太高 他也不会太低 顿级肉 那销量给他放的A4 对不对 但是新款上市 看看配置是什么样吗 配置太低了 但是唯独奥迪A4 就还是那个 MFB重置平台 是不 其实你特别喜欢的 可以30万 如果是真卖的价格 像30万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考虑乌尔沃S90了 我就不考虑奥迪A4了 是吧 哪怕我再添合几万块钱 那么多 我我我考虑 沃尔沃S90 我也不会选奥迪A4 如果是你特别喜欢这个车了 是那没办法 那可以购买 是不是 现在的马三还值得买吗 马三咋不值得买呢 现在都降价了 是不是 可以购买 你同价位和这个轩逸啊 和这个宝莱 还有这个朗逸对比 他的产品率是可以的 2.0的 你买就买2.0了 一个啊 然后一个6AT变入箱 就同价位同级别 谁能给你AT变入箱啊 并且人家给你这个 马上达的6AT 是绝对绝对 碾压他们的干四酸力和CVT变入箱的 那不是一个党式的玩意儿 是吗 包括底盘全价 它也不一样 它们虽然都是后面扭力梁 但马三的扭力梁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碟形纺程技术开起来的质感更好 更支撑性和紧质感会更好一些 但是空间不占优势 不经常门载的话 自己开是没问题的啊 就这一个辩论箱就要调打他们 他们保来朗逸他们都是干四酸力和 他们的干四酸力和开个四三万公里 刚过自保里面的机电单元模块 就会坏掉它是吧 就会坏掉它虽然是这个 他们的机转员就会坏掉 但这就得修了知道吗 基本上是成了大众酸力和的一个通病了都 你像这个CVT变入箱 也不如这个马车长的6AT 差多了对吧 成本也不一样 加油第二个车 第二台车买个7座MPV 还是SUV 25万左右预算 MPV就底牌低一些呗 但舒适性肯定会是更好的 对不对 买第二台车 我建议你还是选个MPV 是吧 就是咱们买车养车最后啊 都是MPV 记住 你记住都是MPV 就是说底牌低一些 在那城市的话 基本上都是铺装路面都很好了 是不是很少找那种烂路了 很少走那种烂路 是吧 底牌低一些也无所谓 是不是 我建议是MPV 很多人就是买了 开SUV啊 开轿车最后 我不打算换车了 最后换的车都是MPV车型 输入性会更好一些 啊 25万左右预算推荐一下吧 你像这个价位25万 MPV 选哪个年 25万的就是传奇M8 首选了 传奇M8 啊 25万左右 你要是预算够呢 或者是 现在别克G128油耗力度也很大 但是 但是这个 呃 汽油版 汽油车呢 油耗比较高 你要是上 比这个传奇 中式版的M8呢 我建议上混动 油耗力度也还好一点 啊 配置还高一点 输入性也不错 就这两部车子吧 喜欢雪铁龙天翼 斯波托介 呃 斯波托介和图圣L 他俩是一样的发动机变速箱 发动机变速箱是能用的 没问题 雪铁龙呢 就是底盘质感更好一些 底盘更好一些 啊 都行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都行 虽然销量都不高 冷门车型 但是发动机变速箱是没有问题的 乙重志来了 哎呀 经常看我直播呀 乙重志 欢迎啊 谢谢点赞啊 乙重志 谢谢点赞 有需要海鸦蛋的拍一单支持我一下啊 支持我一下 谢谢大家点赞啊 需要支持 需要支持一下 拍一单啊 19块9 6枚 3块3一枚 都跑都躺油 啊 菜饭不足的时候了 菜不足的时候了 来一颗 对付一口 是不是 对付饭都躺油 热一下也可以 口感非常好 谢谢点赞啊 谢谢点赞 请不吝点赞啊 请不吝点赞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啊 后面会持续直播吗 最近上午最近吧 我都是上午这个点 呃 9点半 10点到 11点之间吧 这个点最近我会有点时间直播啊 最近这一点我会有点时间直播 差不多吧 有时间就播一播啊 没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啊 好了 卖点这个吃的用的东西 有喜欢呢 能信到信到我小吃小红尔的呢 如果是刚需需要有需求的话呢 啊 就拍一单支持我一下 是不是啊 其实有时间啊 基本上上午9点到9点半吧 或者是到11点之间呢 我会直播 差不多吧 没什么事 这点我就会播一会儿 CRV怎么样 优惠能入优惠多少 优惠能入手吗 啊 谢谢送的粉丝团啊 战甲附体 CRV现在优惠力度就很大的 现在 是不是啊 你喜欢的话 住动空间的话 是可以购买的 啊 但如果是我 我同家会不买这个车了 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可以买 唯独就是现在是空间比较好一些 你选择到他 别的没有什么理由了 嗯 胡子老弟 探险者 跟XT6怎么选 如果你商务多一些 品牌好一些的话 肯定是XT6更好 啊 肯定是XT6更好一些 外观呢 更加稳重 大气一些 是不是啊 肯定是他更好一些 探险者呢 这个车子呢 就是说外观的野性十足 是不是啊 你平时明天上二班 偶尔想出击流的玩 你选个这个探险者是可以的啊 选个探险者是可以的 他这个四驱脱口能力更好一些 使用着博克黄纳的第六代四驱 他可以使得前后轮50比50的动力扭率匹配 后轮也可以实现50至100的一个匹配 所以说走一些飞坡的路面呢 轻微的越野呢 探险者会更好一些 是不是啊 重置的2.3T发动机 267的一个马力 是274多的马力了 是吧 动力更加好一些 重置的发动机 它和飞行家是同平台的 啊 如果是免训就是城市市区用的话 有商务需求的话 品牌的话 肯定是凯特拉克XT6 会更好一些 他这个通用的一个2.0T发动机 和9AT变动箱 动力肯定是不如探险者 主要有这个区分 基本高速买 基本高速买什么车 十字二十 十字二十 你要SUV啊 还是要叫车啊 要SUV还是要叫车啊 这个名文这个LT LT这个 刚说的GL8 是路上公共商那款吗 优惠多少 优惠的话 看你地方吧 看你地方吧 咱的地方都不一样 或者是看你周边的这个 这个 四级市 那个这个这个 地级市啊 地级市 看一看 那值得跑一趟的话 优惠率都大的话 你可以去一趟 看看你周边 不一样 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优惠率都不一样 现在总体来说 别和GL8 都有 全系都有优惠的 全系都有优惠 是可以入手的 不客气啊 以重置 不客气 不客气啊 经常看我直播啊 虽然我不经常直播 但每次直播 以重置 基本上都能赶上 是不是啊 不客气啊 轿车 10-20 经常跑高速的话 经常 基本上都是 跑高速 那我建议呢 上这个 福特蒙迪欧 是不错的 是不是啊 但是外观 太年轻化了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再不就德系车了 再不就德系了 买一个新款的这个 麦腾也是可以的啊 新款麦腾也是可以的 但你要10万出头一些 10万出头一些的话 跑高速这些车都可以的 干事和双链和多事 也是可以考虑方案之内的啊 都可以 德系了 蒙迪欧啊 蒙迪欧买个1.5T也够用 是吧 15个左右 15-6个左右也可以 插入了48伏轻混 是不是 呃 担心问题 通用形下 做的48伏轻混 质量相对比较好一些的啊 通用形下 做的质量比较好一些 而且呢 通用它是外置的一个 48伏轻混 电机啊 在外边 在发动机外边 它不像奔驰啊 安装在发动机里面 维修很贵 公司费就很贵 安装在发动机外面呢 公司费用会很小 啊 很小 就是说 维修后期就算有麻烦了 它维修也便宜 但是质量相对比较还好一些 小胡 我开车比马达好吗 各有千秋啊 各有千秋 我的就是普通一个代步车啊 领和领九如何 领秋领九不错啊 好车啊 就油耗率比高一点啊 车子是非常不错的 底边全家发动机都没有任何问题 爱心的面容下没有任何问题 我就是年轻人啊 年轻人 我借你十指十个预算的话 选个蒙迪欧是不错的 现在的零的也就是十七八万就下来了 1.5的更便宜一些 是不是啊 蒙迪欧是不错的啊 这车吧 EcoBost EcoBost的发动机 能用住没问题 8AT变速箱也可以 扶着自己家的8AT也可以 是不是啊 再不选这个啊 选个麦腾1.5T的也可以啊 麦腾1.5T新款也可以啊 动力也可以的啊 麦腾的300车型啊 东北买插电混 插电混 比亚迪怎么样 可以啊 可以啊 比亚迪的这个散电技术是比较成熟稳定的 虽然不是最好的吧 但是最相对比较是最成熟稳定的 比亚迪的整套的一个产业链条都是非常成熟 非常严定 都是自主研发的 自主这个安装 衔接安装成熟度上要更好一些 麦腾普入跑高速行不行 可以 麦腾普入跑高速是可以的啊 他那里面的CVT变速箱呢 是钢链的 钢链的 你像 雅阁呀 凯姆瑞 他的CVT里面是钢带的 钢带的呢 他成本会低一些 不能积累暴力驾驶 钢链的呢 就可以积累暴力驾驶啊 可以承受更高的扭矩 可以的啊 跑高速是可以的 外面说 更 外面说更一坏 48伏问你说的是 是不是刚才你说的48伏啊 通用的48伏是可以的 相对比较 别的车体做的 他的质量是可以的 啊 通用的这个48伏相对比较 是可以的啊 奔驰的是 是ISG啊 奔驰是ISG BSG不用了啊 ISG是内置的 ISG是内置的啊 ISG是内置电机啊 蒙地U2.0 1.5 看你预算呗 兄弟 是不是 看你预算呗 是不是 1.5的这个蒙地U也够用 知道吗 天籁 又会 又想买能买吗 天籁买就买2.0T的 买就买2.0T的 他里面CVT 变成像是钢链的啊 是钢链的 冬天 用电 费 费电 冬天 用电 费电池吗 冬天肯定有衰减的 电池 电池 你不用形式 他肯定都有衰减的 续号里面都有衰减的啊 电池 电池的话 冬天总是一冷一热 一冷一热 它的使用寿命的话 肯定是不如南方的 肯定是不如南方的 但是也不是像你这样 不行了 那是不可能的 有没有需要海鸦蛋的 这是我小胡一下 喜欢的 想吃的啊 想吃的 拍一袋海鸦蛋 19块9 6枚和3块3一枚 喝3块3一枚 挺好的 就是平时你的菜不充足了 不够吃了 我热一个海鸦蛋吃一下 或者是吃凉的也可以啊 热一下烫油 油更好 会香一些 只是有需要的拍摄 还不咸 谢谢大家啊 四十八福清混的 就是说 四十八福清混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 就是为了满足排放标准 就是为了满足排放标准 常见安卓团 知道吧 其实这种东西呢 嗯 是开了 起步更加轻顺 平顺 轻快了 是不是啊 这个贡献电 给辅助系统 电气 但这东西 没有他一样能开 有了他 那肯定是 以后多一份故障力 是肯定的 但是你不买呢 现在几乎所有的车型都带 你现在通用旗下 所有车型 凯基拉克 雪富兰 别克都带有四十八福清混 都是这一套 然后沃尔沃 呃 比比 是不是 全部都带四十八福清混 威朗普 威朗普 你干什么呀 你烙饼啊 那你打 把那排风打着 威朗普 嗯 库存车能买吗 八家 库存车 没什么大问题 没什么大问题啊 库存车没什么大问题的啊 库存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时间不要太长 你看看 注意观察观察他的轮胎 注意观察观察他的轮胎啊 多长时间的 是不是啊 多长时间了 看看轮胎有没有 时间太长了 是不是啊 你拍海牙旦 谢谢啊 谢谢乙仲志啊 谢谢你 这都是经常看我直播的 我虽然不经常直播 但是乙仲志每次我直播几乎是都来的 是吧 也几乎都是跟我唠嗑两两句的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我都感谢你的支持啊 我也是不经常直播呢 偶尔带点东西喜欢的 大家喜欢的 有喜欢的啊 喜欢吃的 大家拍一拍什么的 谢谢你的支持啊 谢谢你 库存车是可以买的 像咱们的车买回来之后 有时候出去溜达玩去了 放到车库里 放到地库了 放在外面了 是吧 一放放一个月两月的 也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 不经常开 库存车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可以购买的 它不是故障车 是不是啊 谢谢我的家人啊 乙仲志 拍摄谈支持我一下 谢谢大家啊 谢谢你 我的粉丝 真的 这个海鸦蛋挺好的 这个海鸦蛋吧 就是有时候你吃饭菜了 不够了 所以我还不想做了 对付一口 拿个来个海鸦蛋 我热饭 直接热一下 或者是烧口水 烫个小碗里烫一下 热一下吃吧 油更多 更香 当然凉的吃也是可以的 凉的吃也可以的 我建议热吃呢 口感会更好一些 19块9呢 6枚 6枚 然后呢 三贵三贵三 和三贵三 和三贵三 帕尔达特 麦腾 图官 探月 怎么选 这两个轿车 和两个 这个SUV 帕尔达特和麦腾 他俩是子母车型 图官R和探月 是子母车型 一个上气 一个仪气 一个仪气的 你选图官R吧 探月尽量选380 他没有颗粒捕捉器 是不是 麦腾呢 选个1.5的也可以 再不就是380了 他没有330了 同级别 马自达和奇瑞 选哪一个 同级别 同级别 马自达和奇瑞 都行 空间好的话 动力主肯定是奇瑞 是不是 奇瑞的发动机非常好 能用主没问题 是不是 但是说 你要喜欢操控好一点的 马自达也是可以的 是吧 这两个车型都是可以购买的车型 要转户的库存车呢 要转户的库存车 那你就得看好了 是不是 你就 你就 你就得看好了 是吧 找个明白人去好好瞅一瞅 看一看 别自己盲目的买 二十五 我不能读了 二十五的不样说 咱们有着直至 说完就给你这个提示了 那你看看公里数吧 看看公里数 看看公里数 还得以公里数为主 从事故什么的 看公里数 但他俩的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但凯特拉克 这品牌会更好一些 是不是 外观稳重大气 但安格奇外观也稳重大气 要商务多一些的话 还是凯特拉克品牌更好 是不是 而且是个市区车型 看公里数 找个人好好瞅一瞅 他俩的发动机变速箱 走成都是一样的 别的就不多说了 因为多说是不可以 该提示我了 还得是找个明白人 好好瞅一瞅 看看没有什么事故了 看看两个发动机的机脚 是不是 看看发动机两边的机脚 大灯啊 前后啊 都瞅一眼看一看 是不是 看看都没动过什么的 对不对 车门什么的 都要看一看 都要检查 在这里呢 也没看到没法出过 是不是 安格赛拉斯玉 怎么选 安格赛拉斯玉 怎么选 小毛病少 油耗低 长级使用 长级使用的话 动力肯定是 食欲更好一些 毕竟是 1.5T的发动机嘛 有涡轮价的加持 会更好一些 是不是 但是 长级使用考虑后期呢 还是这个 安格赛拉 后期稳定性会更好 自然吸气的稳定性会更好 知道吧 但动力稍差一些 买安格赛拉就买2.0的 并且它的6VT变速箱 要比思域的CVT要更好一些 更难用一些 我想打开就打开 想暴雷驾驶就暴雷驾驶 想不用开就不用开 变速箱要比CVT好太多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安格赛拉空间呢 后边差一些 不经常买载的话 是可以的啊 产品力的话 发动机呢 动力好是持育 但后期稳定性好 还是这个 安格赛拉 微朗 微朗和马赛拉 他俩和刚才这个哥们 用的问的是一个问题啊 几乎是一样的 微朗的动力好 是吧 动力非常好 加速非常好 哎 但是说这个 后期稳定性还是马赛拉好 还是马赛拉好一些啊 感谢大家拍的这个 海牙蛋啊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 如果有喜欢吃的 就下一单 19块9呢 6枚和3块3一枚 是不是啊 家里的饭菜不足 甚至一个人 想对付一下 我还想懒了 不想动物了 不想做菜了啊 我家里剩个菜不够吃了 哎 我来一个海牙蛋 凉的吃 热吃都行 我建议热的吃 热的吃呢 它口感更好 它油更多一些啊 然后热 高水烫一下就可以 或者是热饭的时候 热菜的时候 可以一起蒸一下 就可以 或者有热水 放碗里 烫一下 都是可以 啊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大家帮我点点小欧星点点赞 帮我点几下 谢谢大家 帮我点几下 这几天明哈市 播一播上午 9点以后 或者9点半 到11点 这个区间 11点多点 明哈市 这一阵应该明哈市 我就播一播 然后跟大家聊会 聊聊解车 是不是 然后呢 带点东西呢 有个喜欢呢 大家就拍一单 支持支持吴小胡子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下单 支持我 CRV和荣放怎么选 CRV的空间好一些 空间的利用力呢 它又比荣放做的更好一些 然后CRV这个1.5T的发动机呢 起步是比荣放强的 荣放必然是个自然吸气发动机嘛 是不是 必然是一个自然吸气发动机 是不是 起步不断优势 但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CRV的是1.5T 地球梦那个 iVitaker发动机技术 是很不错的 但荣放的发动机也能用 没问题 是不是 171的马力 虽然起步不行 后期家属也是够用 空间呢 肯定是CRV更好一些 它俩都是CVT变容箱 都是用钢带传输的 变容箱都是那个回事 但是底盘的 紧致感呢 CRV要略好一种放 略好一种放 然后呢 你自己选个外观就完事了 408能买吗 408也是可以的 现在换成1.5T的发动机了 是不是 马力不减 粉蒸 是不是 可以的 变速箱是爱信的 能用住 喜欢的话 是可以购买的 虽然这个法系车销量不好 但是人家的产品力是可以的 有些车型 比如说马自达呢 像这个法系车 是销量不好 但是这两车型销量不好 并不是产品不好 是行的 现在 以前法系车是小马路多一些 现在新款的第三代 发动机和宝马一行 发的质量是可以的 发动机 就是在4S店 自放好 还是自己去卖 可是 哎呀 这个4S店一般都坑比较多一些 一般的坑都比较多一些 是不是 你先上外面去打听 对比一下 是不是 多走几下 多走 多看 多问 多对比 就完事了 是不是 多打听 一般这个店里面呢 你也跟着摸一摸 多摸一摸 多看一看 店里头也是坑比较多一些的 一般的4S店 它是不会做吃亏的买 它是不会做的 它是不会做的 先上外面先打听 打听 是不是 多走几家 多对比对比 是不是 在一个4S店呢 它会 跟你有这个 是全款版的 贷款版的 它里面都有说法的 是不是 你自己呢 都核算一下了 是不是 把它跟你说 当拿好 自己回去核算一下 你是贷款买 怎么买啊 是不是 这点能看我直播的都是给家里躺赢啊 在不是 基本上都是躺赢啊 在不是都是老板呢 大里面一的 是不是 有需要这个海牙蛋的想吃的拍一单啊 支持我一下 49块96枚和3块3一枚 平时家里一个人吃饭的 我想对付一口了 或者家里的这个菜不够了 拍一单啊 吃一个海牙蛋 挺不错的 热一下吃两个食都行 热一下吃口感更佳 油更多一些啊 我是打公主 你是打公主 你也是个高级的打公主啊 是不是啊 你还在拿手机玩呢 是不是啊 注意点啊 不要领导看到啊 不要老板领导看到啊 跟你说啊 到时候 不跟你奖金 跟你说啊 奖金给你扣了怎么整啊 是不是啊 全买 全买的话 你也说是跟着 多走走多看看啊 也多走走多看看 知道吧 多对比一下 看谁给的价格 最后买完 看怎么合适 钱在自己手里头 只要不跟着他的思路 又跟着他的思路走 咱们自己保持清晰的头脑 你是思爱思念的套路 想套路我是不可能的 富家这些浪七八糟 你想套路我 但当时可能是没听懂 你先把单子写好了 再回家拿单子一对比 自己慢慢看 你想套路我是不行的 有的时候咱们脑瓜子来得慢一点 你把单子给我写清楚了 我回家自己对比 你想哼哼我是哼哼不了的 对不对 钱在咱们自己手里嘛 轻易先不要刷卡 对不对 上班就是手机 那你是你是这个 上班就是手机 那你是这个 你也是高级打工主 高级老板级别的 你知道吗 你也是老板 是吧 CEO啊 CEO级别的 那你中午不吃饭吗 你中午没事给这个班上吃饭 没有啥饭菜了 或者叫外卖了 没有闲点啥的 你不得吃 来个海鸭蛋藏着吗 你不得拍一单吗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得拍一单呢 没事中午吃饭 来个来个鸭蛋 是不是 六枚 三块三一枚 三块三 这价格别的吃的挺好 是不是 高级文局 都老板 目前我直播间是三个人 都是老板 是不是 没哪有一个不是老板的 打工的跟你说 都是高级打工者 是吧 玩手机 啥的上班我就玩手机 对不对 你中午的吃饭 不得来个海鸭蛋吗 拍一张海鸭蛋 喝三块三一枚 四五块九六枚 烫油 是不是 告诉老板 你把中午吃饭了 赶紧给我把鸭蛋给我热上 是不是 他不给你热的话 你该给他一枚 给他一个 马自达CX50和昂科威S怎么选 动力肯定是昂科威更好 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 隔音都是昂科威更好 那肯定的了 但后期的稳定性的话 发动机变速箱 肯定是马达马自达CX50更好 那空间呢 总是昂科威更好 知道吗 马自达CX50后期的稳定性 发动机变速箱都要更好一些 马达6T要好于昂科威的9T变速箱 虽然动力没有那么猛 它治安息系嘛 它没有沃伦特亚的加持 对不对 但是后期的稳定性也更好一些 是不是 而且加92球就可以了 说说探险者的优缺点 优点呢 就重置平台打造2.3T的四缸机嘛 第四代这个伏特的发动机 是和飞行家 零点飞行家是同平台 它是CD60的平台打造的一款车子 它这个车子 没事你出去旅渡玩的 走一些飞扑上路面挺好的 动力很好 加92球就可以了 缺点就是啥呢 内饰吧 做工用料差一些 特别是做工吧 美式车吧 它粗糙一些 用料的粗糙一些 而且这不保值 不保值 这个油耗呢 十二三个油耗 能不能接受 甚至猛一猛 十三四个油耗 这都是它的缺点 但我认为也不达缺点 车本身大 很重 2.3T的发动机 是不是2.0的发动机 就达到四一个 四个油耗 那你2.3T 十二三个 不属于正常的嘛 对不对 你就缺点就在这 它没压身 四驱代步 偶尔出一六的玩 是不是这个车 通过性还是不错的 第六代的 不够 这就是它的优缺点 整个悬架底盘 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还是不错的 喜欢的话 就是说不保值 油耗 主要就是说啥呢 不保值 油耗高一点 然后内饰呢 做工粗糙一些 但空间是绝对好的 但开起来是四平八稳的 非常稳 你要是开过它 跑过又是高速 那非常非常稳 真的是真就稳 知道吗 嘎嘎稳的车 后劲十足 福特的发动力 就是后劲十足 大家帮我点点小红心 点点赞 帮我点点红心 点点赞 眼瞅中午了 是高级打工的 还是老板的 想吃海牙蛋的 支持我小胡子一单 拍一单 谢谢大家 四九块九六枚 喝三过三一枚 是不是 当个小咸菜吃了 或者是给家里呢 菜不够了 剩个底 我还不想做饭 不想做菜了 中午兑肥烤 晚上早晨 喝着粥什么的 早晨 热一枚海牙蛋 搁水煮一下 凉了吃也可以 凉了吃也是可以的 它是熟的 凉了吃也可以 但热一下呢 口感更佳 躺油更好一些 不腻 是不是 并且那也不腥 吃的也不咸 挺好的 有需要的支持 支持我一单 谢谢大家 这高端女 打得不说话呢 是不是 不是高级白领蓝领 再不就西油 这几年 那怎么不说话呢 是不是 不总播是不行啊 记得去年播的时候 冬天播的时候 什么时候播 我还能达到 七八十个影 一百个影 五六四五十个影 一百个影 是不是 现在一播 不总播 这两天播一播 前两天二三四影 就是下午播 人都多一点 晚上 上午这点播 撕来个影 你就不拿这屋里头 直播间里 撕来个影 每人一单 瞎蛋 听我唠嗑 是不是 挺好吗 是不是 齐瑞 齐瑞 摇光 买混动 还是买燃油 齐瑞呢 今年 在这个混动 这块 还是投入比较大一点的 比较大一些的 但是齐瑞虽然是 在这个混动这块 新闻发展比较晚的 但是确实是 现在确实是弄弄晚了 齐瑞的混动技术 也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齐瑞再不就不弄 弄就弄最好的 弄好的 也是可以的 你要他信得着呢 你就买混动 信不着呢 你就买燃油版 人会越来越多的 都挺有你直播 哎呀 那得坚持播才可以 坚持播才可以 有时候又没时间吗 但这一阵 上午这个点呢 有点时间 区域 那还没有时间 慢慢播吧 是不是 谁不是从零开始呢 是不是 说一下 奇亚的赛图斯 行 奇亚车 奇亚车喜欢买 是可以购买的 但是买他们的 便买他们 双利盒车吧 无论是奇亚 还是现代 便买他们 气塔干双利盒 就买at变速箱 就完事了 他们发动机 也能用住 没问题的 卡尼拉克 那CT6 现在如何 车子 卡得死 没毛病 嘎嘎吻 就是吻 你说 反正是 没有什么指向性 反正人家这个车 定位就是说 这个CG车 是不是 他也没有什么操控 是不是 打方向呢 指向比较模糊一些 但就是吻 特别吻 速度越快 他越吻 那就像牢牢的 抓住地面一样 隔音也非常好 内饰用料也行 特别是这个底盘 凯尼拉克 CT6底盘 那全都是铝合金 你能看到的 什么副车架 转性节 还有他这个 桌增 底座 是不是 还有这羊角 那都是铝合金 你能看到的地方 全都是铝合金 那这 凯尼拉克 CT6的底盘 那是嘎嘎的 车子开的是 一点毛都没有 但就是说 油耗瓶高一些 不保值 但是说价格 他也便宜 是不是 价格他也买的时候 你也便宜啊 有很多人他花 30个W 30多一点 他买这个 奥迪A4 宝马X3 我认为 这同价位 你不如天几万块钱 哪怕带一下子 选这个凯尼拉克 C6 或者沃尔沃S90 都更好一些 是不是 比他不强多了吗 是不是 混动 费用高吧 啊 混动 混动吧 四瓶吃奶油 保养的时候 略微高一些 保养的时候 略微高一些 啊 关注一下 十七位 新纪元 啊 我家是 北方 有 有 有 车库 等一年 再说 可以 可以 齐悦的混动 虽然来的比较晚一些 但是技术是可以的 技术是可以的 齐悦是啥 我再去不弄 弄的话 肯定要弄最好的 至于马 我不能整个二流的 那是不行 我必须在 医疗里头 带我才行的 最近他 齐悦今年 去年今年 在新能源 这块就开始发力了 知道吧 就开始发力了 未来的话 他一直持续 弄这个东西 不肯小看的 是吧 虽然是不如 比亚迪这个 新能源 采练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成熟啊 但是 齐悦 弄这个东西 理工男嘛 跟你说不太差的 我告诉你 他是装人 专业技术的 你没看这个 呃 这个北京 这个车长嘛 你看这个 董事长 是不是 尹同月 人家就讲技术 对不对 是不脱戒 比不比 S6 75 我星月L 瑞虎8 这些 稳定性强 呃 斯波托戒 他这个发动机 底盘啊 是和图胜 L 还有这个变速箱啊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一样的 知道吧 发动机能用住 变速箱也能用住 是吧 也能用住 但星月L 也不错啊 你说这几个车子 都是 反正国产的 一线品牌 是吧 都是国产的 一线品牌 对吧 都行 是不脱戒 虽然是销量不好 马路上也几乎是看不到 但是它的发动机变速箱是能用住的 没问题啊 不客气 不客气啊 军约2.0 有没有必要上 军约2.0 有没有必要上军约 那军约 军约属于毕加机车 它本身就比麦腾什么 军约高一个导致 对吧 但它的这个空间会更好一些 在隔音方面要表现更好一些 底盘调教的舒适性要好一些 主要是有这个区分 别的地方没啥区分 它俩都是一样的发动机 一样的变速箱 都是一模一样的 别的地方没啥区分 比这个居危要更高级一些 征程到底好不好 征程这个车子吧 咋说呢 四驱代步是可以的 但跑高速它就不省了 技术呢 主要就是在一个发动机啊 对吧 目前这个征程式 你像发电功率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问界的发动机啊 问界的 你像问家们亲的1.5天发动机 在这一块发电功率 这一块基本上是咱们国内的第一提队了啊 技术是非常好一点的了 这个东西没事你城市代步呢 充充电几乎汽油是用不上的 但要是跑这个高速长途的话 电跑为了 你要不充电汽油去驱动这个给这个发电 带动轮子 它就是一部这常规的这个汽油车了啊 常规的汽油车了 但是行程质感是不错的啊 它没有那种顿抽感 国产会选奇瑞一直看你节目 奇瑞这个车子呢 就是说选它就是选个发动机 变速箱调教这一年也可以 底盘也行 扎这个支撑也不错 国产奇瑞是可以的啊 就国产奇瑞 觉得是不错的 国产的奇瑞 你像国产奇瑞吧 头一年老说修车排队呢 被这个误导了 以前把他这个销售网链啊 下面的售后呢 他不用知己的 那时候不健全 用于上气的 所以说你上气吧 得把自己的先弄完了 再弄你奇瑞 所以你往后排 导致了修车排队 它跟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你现在奇瑞 现在2024年 今年1月份到4月份 卖了出口啊 只是出口的一块 就33万两 33万两 射往全国巴斯多个 就全世界 巴斯多个国家 你像美国了 俄罗斯日本了 德国 在咱国内吧 都瞧不起这个品牌 都感觉没面子 是不是 其实在了国外 人家是香伯伯 知道吗 人家是香伯伯 有人说咱国内做的这个 续虎巴 比如说系列 和国外的品质不一样 那都是一样的玩意 都一个平台生产出的玩意 啥不一样啊 是不是 而且这个车子是你花小钱 办大事 知道吧 超级跑车 1.6朗页 和昂格塞拉 1.5 微朗 选哪个家用 家用空间好一点呢 可能是朗页空间好一些 是不是 你要考虑后期 发露的变速箱 稳定性好一点 是昂格塞拉更好 但是空间不行 1.5呢 动力肉一些 微朗是这一个车里 动力是最好的 是吧 那后期的稳定性呢 是不如这个朗页和昂格塞拉的 就是公里数大了之后 但前四万公里 那也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变化 前四万公里 现在都没什么大事 平常用的少 就是出去玩 不知道该买啥 平时用的少 就是出去玩 你出去溜的玩 你是溜的玩 是玩越野 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 你这个说的 我没法回答了 越野车子呢 那你就是在长城里面 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是吧 性价比高 花小钱也是办大事 是不是 如果说出去溜的游玩呢 你就选个MPV车型 MPV舒适性会好一些 你不能光考虑你的感受 考虑到后面坐着家人 孩子 老婆 孩子 老人 父母 的感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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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旅游 不越野 那你就选MPV呗 是不是 选MPV 就选MPV就完事了 选MPV 我跟你说 很多像咱们第一辆买车 买SUV的 买轿车的 用过一段时间 年龄偏大一点之后 特别是压力 要了二胎 或者是老人 睡不大了 家里父母 最后他也考虑到家人 自己用车空间 他都喜欢MPV MPV 很多就是最后 换车换到最后一胎的时候 都是MPV 这么多年 MPV的销浪 就一直往上涨 是不是 确实是更有优势 更适合家用 对不对 十加星小时 十几年的老车 跑了八万多公里 有必要加除烫剂和塞烈硕化剂吗 这个东西真的有用吗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有了上的挺好 有的用完之后就废了 车子不如以前 知道吗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你买 你得买好的 得买正品 知道吗 得买好的 得买正品 知不知道 然后上大点地方 他得保你 他得给你 他得保你才行的 知道吗 他不保你的话 下家不行 特别是在网上买完之后 然后自己去往里加这种 如果是我 我不会的 我任何除去 我多花点钱 多花几十块钱 往上外面找个靠谱的地方 他保我 知道吗 真行 我能整 要不然 在网上就说 我为啥 我不卖这个东西 你看我带点鸭蛋 是吧 我带的 就是明天要带点玻璃水 你看小黄尘的 我都有 是不是 这个东西 他没事 没毛病 你整那个 除淡剂了 三十块东西 整完之后 整不好东西 耐骂的 首先有的 他操作不当 导致的 车子弄不好 弄坏了 他不好 不行 他有些东西 你看什么人往里加 他有人操作不当 是不是 你去吧 还得去 实体店 我是建议 他保你这个东西 还可以 知道吗 没有二台 没有二台 有MPV 是不是 出去都玩 有MPV 就MPV 不得舒适为主吗 累了我躺 歇会啥的 是不是 那你要预算不足的话 轿车也行 SV都行 看你预算 在你这个预算范围之内 选择哪个车 相对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马自 马自达 CX50 畅行版 2.5能入手吗 销量太少 给个建议 对福德探险者 也挺有 挺 挺中意的 狠狠心 也能上 那说啥 那就探险者 你狠狠心 能上 那就必须的探险者 但是马自达CX50 车的 不要看销量 车是没问题的 发动机变入箱 产品力是没问题的 底盘包括 也是没问题的 对比什么CRV容放 比他们强太多了 那不是一个档次的玩意 发动机比他们好 2.5的 然后动力好 而且6VT变入箱 比他们CVT变入箱 好太多了 能用多 刚好板上 但就是空间小 你要不在乎空间 可以开着操控 转弯说 车径控制都非常好 知道吧 但是你要狠狠 能上探险者 那还看什么CX50来 但探险者不保值 养他费用大一些 油耗高一些 加92块修还行 是不是 内视的 做工粗糙一些 那肯定比CX50好多了 那开起来 稳当感的空间 各个方面都行 是吧 动力 你开到哪 探险者 大哥基人物 知道吧 很多人买这个 你像这个 奥迪Q5的 宝马X3的 那女的开心 有时候你真不如买个 太新这个 知道吗 本田奥德赛 这个车可以买吧 要喜欢的话 可以买 就是车人本 本机薄一点 车人安全性 前后防动量 安全性差一点 是吧 别的地方没啥 家用的话 天天也有优惠力度 可以的 本田的丰田混动 IMD混动 是不错的 开了要比丰田的 TSS混动 要强很多 是吧 但就是车人安全性差一点 然后前后防动量 安全性差一点 B级车 目前最 目前最值得 最值得入的 B级车 最值得入的 蒙迪欧挺好的 那么新款麦腾 也是可以的 年轻化也挺好的 沃尔沃 XC90 稳定性怎么样 10万公里左右 玩不多吗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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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上B6吧 尽量上B6 沃尔沃 XC90 B6 这是高功率的发动机 它本身这么大的车子 它就没有3.0提升 你选 全都是高功率发动机 反正 迪佩 迪佩的B5 它也是高功率的 但是B6 是 超级遇到高功率 2 299的马力 我要是没提车的话 B6 是299的马力 那拉动这个车 它就够用了 是不是 本身它这个车 就没有3.0提 6缸 是不是 CX5好看 CX5 真很好看 我看的也好看 真的 这个须真 须真涛 是不是 我看 这CX5 也好看 无论是前面 大灯的前脸啊 很有运动性 是不是 特别是它前面 极壳山和大灯 这块 脸上起来了 楼空起来了 很好看 后面尾灯排气 我认为都挺好看的 有人说 把空间做大一点就好了 那把马自达空间要做大一点 他就不叫马自达了 他就没有那种操控了 那喜欢马自达 他就不买了 空间多大了 意味着操控就没了 但这可能是销量会丧起 沃尔沃 X760这个车怎么样 也行啊 也行啊 还比 我认为 如果让我选和奥迪克5R 你们选择 我就会选它 我不会选这个 行 可以购买的 8AT变入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发动机也可以 底盘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用料都绝对不通工减料 榜上说 T6比B6好 那是 B6是可以的 B6是可以的 X760和奥迪克5 选哪一个 刚才是不是 你直接问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 是你问的 如果是我 如果过去 选奥迪克5R 那以前是脱身式机械查树器 是不是 但是油耗也高一些 X7脱空能力好 但城市代步 现在非得要一个脱身是吗 没有必要 我认为没有必要 所以说改了 现在这个电子查树器了 并且奥迪克5R 简配厉害 意味也比较大 选沃尔沃尔沃尔这个车呢 爱心的8IT变速箱更抗用 质量更好 而且内饰的做工用料没有意味 假讯还能低 主被动安全好 他俩同样坐零子60公里 就是说 重机假人测试 40公里的时候都能杀停 到60公里的时候 沃尔沃猜游还能够自动杀停 奥迪克5R 就直接把这奖人刮 中飞了 知道吗 直接就120了 知道吗 但是奥迪克5R也有优势 它是和A8A60同平台打造的 MLB重置平台 开子起来操控率好一些 动力加速也更好 重置的发布率变速箱 越看越好看 空间我看也行 也行 你扣白空间吧 扣白空间确实差一点 你跟同级别的容放 CRV比空间是不如他们的 如果不经常满载的话 是可以的 而且内饰的用料 要比他们强多了 比容放CRV强多了 是吧 车机不行 但空间不经常满载的话 也可以 或者是偶尔拉紧一人 不长期乘坐的话 不长长时间乘坐的话 也可以 有没有需要海鸦蛋的 支持我小胡子一单 支持我小胡子一单 早上吃饭喝粥啊 没有闲点了 煮一个 来一个海鸦蛋 这熟的啊 不是生的 是热的 热的 热水烫一下 煮一下 油会更多一些 吃的口感更好 但凉吃 你喜欢凉的口感 吃凉的也行 或者是中午晚上吃饭 菜不够了 我不想做菜了 先对付一口 来个这个海鸦蛋 挺好啊 19块96枚和3块3一枚 当然了还有 上面还有29块9的啊 你想六个不够吃 我想多拍几 多拍一个 还有别的选择啊 但是最少是19块96枚 和3块3一枚啊 六个海鸦蛋 有需要的 想吃的 只手一单 都保糖油 挺好的啊 谢谢大家啊 灌道 瑞介 图王 都18点 2.0的 怎么选 我告诉你啊 图王再不就不买 买就买上380 是吧 买就买380 好吧 灌道的买就买2.0提370 1.5的不能买 图王380 为啥不能买呢 小马拉大车 你拉动太阅图空R行 你拉这个图王就不行了 中大型的 小马拉大车 动力太差 瑞介呢 你要是看 你要是能 相信他的混动 就买混动 然后第一些 和丰田的TSS 双轻混动系统 扶他又改进了一下 配置更高一些 知道吧 瑞介 但是你信不着混动 买汽油版也行 入门版就是高功率的发动机 具体的 还看你自己喜欢 但这几个车 开了吧 混道 开了3700也不错 他调调更像一款德系车 底盘全家都铝合金的 也不错 但是呢 现在瑞介是CR平台了 不是铝合金全家了 双双冲牙的了 图王呢 车灯大一些 更重一些 外观更重一些 就是这样 CR60 空调绿信 4S800 800 4S800多啊 是不是有点坑 那不坑死你了吗 那空调绿信自己就换了呗 或者说自己买一个 买一个 上网上买也行 你不想上网上买 上店里买也行 买一个上店里买 直接让你上了 那没有必要上4S店 现在谁换空调绿信 换空气绿信 上4S店换干啥呀 没人去那换起来 那太坑了 那不太坑了吗 是不是 我没给跟钱 我跟钱 我不就跟你换了吗 然后你拍我一单瞎蛋 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拍我一单瞎蛋 我就给你换了吗 你不带我跟钱 在我跟钱 拍我单瞎蛋 我就给你换了 其实马斯达 家用够用了 看你对空间的要求呗 你要对空间 没有什么要求的话 喜欢超过开好点的 那就肯定是 也够用 是不是 还得喜欢 还喜欢参加于50 还喜欢星纪元 一个新能源 一个是汽油车 喜欢的都过来 他只能买一个呀 是吧 新蒙地窝2.0平台 比上一代平台有何不同 C12平台吗 新款是C12平台 C12平台的啊 挺好的 没事 买就可以了 马自达C1250好吗 当然好了 如果是和C12和荣耀相比 那我任何选 马自达C1250 必然你选 就马自达C1350 这车子可以 必然你选 除了空间小一点 可以必然你选 没有任何问题 谢谢大家 太阅330 太阅330 尽量选380 380没有颗粒捕捉器 尽量选380 尽量选380 没有颗粒捕捉器 而且380呢 它是市区车型 对不对 380没有市区 380呢 还有7座可以选择 对不对 不早上好了 你这刚起来呀 做熬夜了 不早了 你这太阳塞杯窝子 塞好一个来回了 还早上好呢 这是中午了 还早上好呢 对于你来说是早上好 富兰达和瑞芳 哪个奢侈都买 他俩是 一个爹照出来的 上气是一气的 广气和一气的 他俩一样的发动机变动箱 发动机变动箱和荣芳是一样的 但同价位我要选择两口车 我哪个都不买 我哪个都不买 太差了 隔音太差了 后面纽瑞良的悬架 非常单薄 非常细 那啥玩意儿呢 买个国产的一线品牌 不比他们强多了吗 那小玩意儿呢 哎呀妈呀 女的开还凑合点 空间没空间 隔音没隔音 速度起来 隔音特别差 底盘后面纽瑞良特别单薄 你买个S6XN75 日后吧 不比他强多了吗 是不是 你买他就买啥 那是 小玩意儿 十多万左右 有什么手路挡车推荐吗 轿车SUV都行 谢谢你 十多万 十多万左右 就是SUV 哎呀 SUV现在十多万手路挡也很少了 是吧 现在奇遇的瑞虎吧 有1.6T的手路挡吧 是1.6T的是有吧 好 那可以啊 六党那个是爱信的手路挡 没有任何问题 发动机也没有问题 嘎嘎嘎吧 能用罗 没有任何问题啊 然后这个轿车手路挡 轿车手路挡 轿车手路挡现在也不多了 是不是都入门级别的 四多万都入门级别的 呃 阿尔赛拉有没有入手中党呢 不知道阿尔赛拉没有必要买手中党 没有必要 现在有的手中党都退出了 就这几个车型 知道吗 就是女的开啊 就是女的开 外观还是瑞范好看 瑞范外观还是卡罗拉瑞范 啊 外观还是卡罗拉瑞范好看 你要喜欢它是可以买的 发动机变化像是和融范是一样的 但是性质感很拉的啊 四续代步是可以的 不要激烈暴力驾驶是没问题的 我就喜欢这车 我就想买这个车 也是可以的 能用住 只不过相对比较产品力呢 跟同价位的车吧 它不行 知道吗 你喜欢是可以买的 来 有喜欢吃这个海鸭蛋的啊 来一单啊 来一单 买一单下一单啊 四十块九是六枚啊 你要想要多一点的 还有二十九块九的啊 你们一多 和三块三一枚四十块九 这个和三块三枚一枚 里面是六枚 家里菜饭不足的时候了 拍这个来一个 热下吃也行 凉下吃也行 热吃口感更好一些 还不咸 多跑汤油 说家里剩菜不够了 我不想做饭了 来个鸭蛋 或者早上起来喝粥了 吃什么吃馒头啊 来来个当这个海鸭蛋 当想在吃也挺好啊 想吃的 愿意吃的 拍一单支持一下 谢谢啊 博越R车怎么样 可以啊 可以购买 今天的博越R是可以购买的啊 咋不能下单 你咋不能下单呢 你咋 你咋不能下单呢 不可能呢 不可能啊 能下单呢 还可以领卷的啊 还可以领卷的 有这个29块9 10枚的 是吧 那就合3块钱一枚了 合适 还有20枚的 是这个50块钱 啊 合适 建议啊 建议大家选这个啊 建议大家选这个10枚的 29块9 和3块钱一枚 还有20枚这个50块钱 是吧 如果说你信不着 那你可以拍个6枚装的也行 20枚这个是50块钱 合2块5啊 是不是啊 合2块5一个了 对不对 那边不配送啊 那你不配送 那我没办法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了 不配送 那我也得感谢你的支持 问心无愧啊 也是粉丝 问心无愧啊 那我也得感谢你了 最起码就是想吃 想买 想支持我小猴子一单 但是配送不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我要感谢你一下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对我的信任吧 啊 但建议大家买呢 就是买这个10枚这个 3块钱一枚 或者是你想 我就愿意吃 想买20枚放冰箱里面 是不是 可以不坏 放外面 可以不坏 来20枚家里人多 是不是 喜欢吃 你拍一个20枚 那个49块9 是吧 那喝2块5一枚 更便宜 那6枚装 那个是19块9 喝3块3 快乐至上 你这个问题不能说 说了之后 就是什么 你说了之后呢 就提示了 不要说啊 二手的咱没有知识 不能说啊 我想支持老弟一下 谢谢啊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啊 我刚才不说了吗 谢谢你 没办法 拍不上 配送不上 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再说你这个吧 得看车话什么样 16年 你得看车话什么样 对不对 你不看车话的话 你怎么说呀 怎么看呢 怎么整整整整整整 是不是啊 你这些来 我就是说 咱俩面对面的 什么是靠网络 这么说 没法说呀 对不对 你得还得找个 好人 知道的 熟悉的 是不是 专业性强的 帮你瞅一瞅 看一看 是吧 前后了 门了 大灯的 他发动机的起脚了 是不是啊 大灯两边 螺丝动不动过 什么的 是不是 得看这个位置 位置 那个二手呢 你没法说 说了 他就老提示我 知道吧 他没有的 二手的知识 每次直播 也有很多人问这个二手东西 但是咱不能说 说多了 立马就提示 这样啊 到中午了 我也吃午饭 我先下播 明天呢 九点多钟 九点半或者九点多钟 我再给大家播 跟大家再聊天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单的人 谢谢大家的支持 对我的支持 谢谢大家下载 然后呢 谢谢大家看我直播 谢谢大家 拜拜